哇,你们看,两层半N-LOD排屋的车房,竟然可以去到那么大 大家好,欢迎收看甜妹卖房 今天我带你们到位于School Dye区的金山园 Inbian Amaz看一间N-LOD的两层半排屋 然后这边呢,它本身是威力保安区来的 这里的居民有98%以上都是华人来的 然后Inbian Amaz这个地理位置我相信不用多说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这里去Paradigm Mall只需要4km左右距离 然后去Lotus Hotel 也是6km左右 所以是一个王庭地段来的 OK,这样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单位 所以这个单位来讲话,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路 我们看我们买物质,最怕就是买到路窄窄 你看啊,这边左右罢了一辆车了 过后,这样还是可以车可以通过的 所以这个是这间单位的好处之一 它还有很多好处,我们进来慢慢看啊 OK,所以进到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边大门是已经做好Auto Gate了的 然后它的车房很大啊 它的车房是到这里,这边是隔壁家来的啦 OK,它的车房这里的话 如果我们把旁边这些全部换成道的话 8、6、7辆车绝对不是问题的 超大的有没有这个车房 OK,好,这样我们继续往内看 今天介绍给你们这间屋子哦,刚才我讲到嘛 它是两层半 然后它一共是有4加一个房间 然后它是24层80的啦 再来,它还有旁边 你看到啊,这边还有一个side land的 还有一个小小的地啦 所以你们要种你们喜欢的东西 都可以在这个部分哦 OK,好,这样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去我们的单位里面看哦 OK,好,这样我们的两层半嘛 它的半其实是属于下面这个部分 下面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的车房很大哦 然后进来就有一个小小的area 给你们放东西 可能你们可以放些lages啊 像这个屋主这样 它有放些拜山的东西啊 而且这边也是可以放一个小小的一些厨区 这样子啦 OK,这样这边我们就大概盖过 我们直接去楼上看啊 这间单位哦 它是面向东南方的 所以我们上大了了过后 可以看到左手边摸过来啊 就是我们的客厅区 这个客厅区来讲 在Inbia Max的物质格局来讲 其实算不错大了的啦 OK,你看它 它们放的沙发都是很大个的 连这个小叉机都很大个啊 还有这样大的空间 所有的东西都做好给你啊 是一个林宝露族的单位哦 这个屋主哦 它卖这个单位给你们哦 会包括完所有的家具 除了一个sutty area那边的东西 OK 所以我们越过客厅了过后 可以来这边看 这边其实就是看到我们外面的view啦 然后你看到啊 这边都是窗口来的 窗口都是做好铁花给你了啦 所以这边采光是很好的哦 然后屋主也在客厅的旁边这边有放一个小橱柜 你们可以收纳你的东西咯 冷气它就安在这边这个部分啦 OK,这样我们再往内看 这间屋主哦 其实它屋主放了有一段时间了啦 因为它本人就是去KL住了 没有在BEN住所以才要卖啦 OK,可是屋矿来讲其实也还算是OK的 然后我们过啊 客厅过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Side land这样子啦 也是属于OK 然后这边的话你可以做一些休闲区域啊 因为啊,Owner有放那个风扇在这边 所以傍晚的时候啊 放一张桌子来椅子在这边 所以风也是蛮爽的啦 OK,好 再来的话我们看到我们的饭厅区 这个饭厅区哦 Owner是放了一个六人座纸这样啦 OK,如果你想要换成员座 其实也是放得下的啦 OK,再来的话我们往内看 这里有一个干厨房区 干厨房区哦 屋主做的全部都是Solid送给你的啊 OK,所以全部都是Solid的 然后厨櫃全部也是做好了 基本上讲真的你进来是不需要换什么东西了啦 除非你觉得它的设计有一点点小就啊 这样子你去Touch Up下也是OK咯 再来的话我们看我们的厨房区本 你看啊,这个是厨房的区域 然后全部很新的哦 这些厨全部还新兴的 全部都会保留在给你啊 所以如果会算的人来讲的话 其实这些你把它算进去的话 这间其实也是一间蛮不错值得买的单位来的啦 而且还有是什么 它是NLOG的单位哦 OK,然后它是4加1房的单位嘛 加1的部分就在这里咯 有一个小Store Room的空间 再来再来 我们再往外看 OK 然后这里的话就有一个GAS用的厕所哦 你们可以过来看看 这个厕所不大不小刚刚好 而且也有热水汽啦 因为我们楼下有一间房间嘛 然后Yugo 厕所这边也是有一个洗手台 这样子的概念啦 OK 再来的话我们出来洗衣区 你可以看到啊 它的格局其实都是很大很不错的啦 然后这边就是它洗衣区 它连洗衣区都那么的大 普通我们看的洗衣区物质 可能是这边的一半罢了 它连洗衣区都这样大哦 然后再加分的是 这一个物足它已经做好 Fully extend 了的 来我带你们看看 可以看到啊 后面这边的物质 你看这个我们拿这个做sample 你看它是没有大碗出来的 可是这间单位 物足是已经全部大碗出来了咯 所以它是一个全装修 全家是还Fully extend 好好给你的单位来的啊 OK 这样我们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去看我们的study room 这个房间 可能部分东西物足会拿走啦 可是这个空间就是这样咯 如果你要把它改造成客房 也是肯定可以的 因为这个空间很大 然后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地板啊 这些全部都还有很好的condition OK 再来再来我们就去最高层 看我们的主人房 还有另外两个房间啊 OK好 这样现在我们来到最高层的部分啊 然后我们现在哦 其实有很多现在的屋子哦 他们都会把那个中厅拿掉 就是让客厅的空间比较大 可是这种旧式的屋子哦 它就有一个中厅这样子的概念啊 所以如果还有孩子的话 这边可以打造清洗功课 地方也可以啊 因为它有四个房间嘛 如果你们四个房间 都拿来睡人的话 这样这一个就是一个open area咯 OK好 这样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主人房 So for 主人房的话 你看它的厨这些已经做好 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展示 不由屋子做了 OK 然后这边旁边有一副很大副的衣橱 它也是sliding door的 不是开门出来的 如果开门出来就比较占空间嘛 所以它是采用sliding door的方式啦 OK 然后这里的话放king side的床是绝对不是问题啦 这个房间真的很大 肯定够位啦 你看放my baby 床 都还有这样大的空间可以给你走动 然后屋主它也在这边做好一个电视柜的墙 这样啦 我个人觉得这一个很好啦 因为狂狂它做很大副 这样子的话 这一边的话你就可以放极大的电视都可以咯 只是这边后面是窗口来的啦 你可以看到左右已经是做好blind这样的概念咯 OK 然后再来厕所的部分的话 就是有做好干式分离咯 而且我们看到很多干式分离咯 现在的屋子咯 那个玻璃只是一半半的的 没有这个非拉门的 这个是有做好好给你了的啦 OK 再来再来 我们去看另外的两个房间 另外的两个房间就属于比较小一点的房间啦 然后这个房间的话 明显这个屋主是之前拿来给做孩子房的啦 所以这些床架啊 都会留给你们咯 风扇啊 其实全部都会有了的 已经是好好的拎包入住的单位啦 OK 然后旁边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可是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你可以看到啊 这边左右的是有我们的 那打开这个门 就有一个在那边死宿的空间 然后如果可能讲 这个房间的人起来在那边刷牙 这样也不会干扰到个壁的人 因为这个门可以锁住嘛 这是很小小的设计啦 OK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领域的厕所咯 这个就那个门应该是抛跳了啦 这个可能你们之后就要坐回去咯 OK 再来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我可能觉得可能比较大一点点 因为你看它的床放下来过后 那边有一个部分 这边也有一个部分 要讲鬼话都可以啦 OK 全部出都有了的 好 今天介绍给你们的这间单位 它的售价只是马币93万哦 不到100万可以买这样大间的物质 Fully furnished Fully renovated 还Fully extend给你哦 所以如果你们想约我来线下看这间单位 或者是你在找个新山任何其他单位 再固然你有任何新山产业 想要委托出租与出售的话 欢迎随时联系我 我是Sanja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